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UE 今天咱们学什么 看个标题 路由知我心 这非常有诗意的一个标题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今天开始 咱们要学习一下VUE的路由 但是为什么叫知我心呢 因为路由它知道咱们该往哪去 所以叫路由知我心 非常的惬意 非常的准确 好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知识眼 就一个路由的官方组件 VUE-Router 或者叫VUE-Louter 这个单词翻译成 应该是发言叫Louter Louter都可以是吧 好咱们就学习一下 首先在学习之前 咱们先看一下它的官网 这官网里面是有中文 所以说一说 咱们赶紧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就是它的中文的官方文档 我推荐您所有的文档的内容 都读一下 但是给您个建议 就是说咱在读这个文档的时候 不要只读中文 还要怎么样 读一下它的英文 这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我在通读它中文文档的时候 发现很多的翻译 不准确 理解起来有困难 还不如读一下英文文档 好理解 这是我的感受 所以说建议给您 两个文档都读一下 OK 其实基础文档的话 读英文我感觉更好理解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Github 看一下它最新的版本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3.0.1 咱们看一下 release 大家请看 3.0.1 这个版本是2017年10月14日 release 咱们今天 不是今天 咱们这期 今后我的课程都基于这个版本 进行给您讲解 OK 好 那咱们马上看一下实在演习了 咱们在咱们的工程当中 如何导入这个路由组件呢 跟咱们前几期用这个Bootstrap 完全的一样 怎么导入 看啊 在咱们的工程文件夹下 敲 npm install 没有问题吧 然后是voe-router 进行安装 后面呢 两个save 是把精确的版本 存到package.json 不过我呢 在安装 当初在安装这个用程序的时候 或者说这个初始化用程序的时候 我已经安装过了Router 今天我就不给您安装了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package.json 有个叫做voe-router3.0.1 已经安装过了 有朋友说 我怎么没有 我没安装 您如果没有安装 那么 您用我的这个命令进行安装 效果呢 是完全的一样 OK 安装完之后 该怎么使用 该怎么使用呢 我放到下期再讲 今天讲什么 路由组件的设定 换句话说 咱们安装完这个组件 如何把它导入到咱们工程当中 进行使用呢 咱们看一下 设定文件有两个 非常的重要 一个呢 是SRC目录下面的 Router下面的index 另外一个是SRC下面的main 这两文件非常重要 咱们逐一讲解啊 看一下 咱们的web工程 我把它打开 然后呢 SRC 有一个router 打开 然后index 打开 都有什么 咱们看一下啊 首先说两行import 干什么 把这个路由组件 input进来 之后 大家请看 注册到全局区 没有问题吧 接下来这个文件中 还有用这个ES60语法 干什么 输出一个类 router 没有问题吧 这个router是干什么的 就是定义各种各样的URL的映射 比如说这个地方 默认的URL的这个路径 叫做斜线 根目录 它呢 会起个名字 叫Hello World 然后呢 它绑定一个组件 Hello World 这Hello World是什么 就是咱们看 跟着我鼠标走 这个地方 咱们组件 文件加下 有一个Hello World的组件 对不对 咱们先把它 变辑一下之后 在这地方 把它input进来 然后 把这个Hello World的组件 附给 或者说绑定给 某一个URL 这样完成URL 对于组件的映射 没有问题吧 OK 换句话说 今后咱们在 这个 编程过程中 咱们所有的URL映射的方式 都要写到这个文件当中 不过这是咱们今后话题了 今天咱们先一带日过 今后我会给您详细的讲解 如何设置各种各样的URL 包括传餐等等 好 咱们再看另外一个 比较重要的文件 ment.js 咱们刚刚在这个地方 生成了一个 或者说写了一个 router.index 但是咱们没有使用 对不对 怎么使用它 需要这个地方进行使用 看 ment.js里面 我把它import进来 这个import 注意看这个地方 是点斜线 什么意思 是针对于 ment.js这个文件的 相对路径 针对于这个文件 相对的 router下面的index 然后把它import进来 这地方绝对不能说 用斜杠不行 一定要加点斜杠 相对路径 这也要引起您的注意 好 咱们import进来 叫做router这么一个类 该怎么使用 大家请看下面 这个new的Vue是什么 是咱们整个应用程序的入口组件 入口组件 没有之一 它是唯一的入口组件 那咱们把刚才这个router 在入口组件中进行一个注册 没有问题吧 注册之后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今后咱们所有的子组件 都能够使用到 或说都能够访问到这个router对象 非常的重要 没有之一 一定要记住 OK 再回到咱们的课件 只要咱们按照我跟您说的这两个方式进行设置 您就能够在所有的组件中应用到路由的属性 OK 今天是给您讲解了一下路由组件的设定 就两个文件 也没什么难的 对不对 如何使用这个组件 如何使用这个router呢 我放到今后课程中 咱们详细讲解 因为知识点还是比较多 OK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讲解的路由知我心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标题起的非常不错 对不对 好 今天的代码 我也放到开心中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会传到YouTube 优酷的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进行观看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